好 臺灣防疫有成要感謝很多醫護人員 但是這名醫師卻做了最壞的示範 臺中一名從中國返臺的女子 在居家檢疫期間 兩度讓男朋友到住處來探視 還讓男友留宿過夜 而離譜的是這名女子的男朋友 竟然是一名醫師 臺中市長盧秀燕在內部會議上大罵可惡至極 而臺中市衛生局 除了對女子開罰二十萬元 也要求醫師男友停止上班 之後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疫情監測組 組長周智昊 今天在記者會上強調 這名女子將被送往集中檢疫所 而醫師男友也被隔離 臺中市南屯區 一名從中國回來居家檢疫的女子 兩度讓男朋友到住處過夜 被開罰二十萬元 離譜的是她男朋友是一名醫師 女子是在一月二十六日從中國返臺 隔天一月二十七日晚上 醫生男友就到她的住處過夜 一月二十八日男友上午出門 晚上又回來過夜 一月二十九日男友早上再度出門 兩進兩出 被民眾發現後檢舉 臺中市長盧秀燕得知消息動怒 在內部會議上大罵可惡至極 市長盧秀燕嚴厲斥責該名女子不顧防疫安全 女子說因為住家太久沒人住 所以找來醫生男友幫忙打掃 兩人在家都有戴口罩 但防疫規定居家檢疫不可與外人接觸 民眾認為醫生違反居檢規定是明知固犯 女子居住的社區還有醫生男友活動的範圍 區公所已經派人加強消毒 衛生局也要求醫師男友暫停看診 目前對他一採結果是陰性 還要再二採確認也是陰性 才會准許他恢復上班 華視新聞 王珊 校育夜 臺中報導